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老爸 根据2023年的统计报导 在台湾达到10万订阅的YouTube频道有超过2000个 而另外一个数据显示 能够达到10万订阅的频道 仅仅不到所有频道总数的1% 也就是说 在台湾可能已经有超过20万个YouTube频道总数 创立一个YouTube频道的目的 当然多数就是想要盈利赚钱 可是即使有10万订阅的频道 多数也没有办法靠经营频道来做全职的事业赚钱 就算是有业配收入 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靠频道为生 也就是说 真正能靠频道生存的 可能只有所有频道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 成功的比例甚至比创业都还要来得低 只是庆幸的是 做一个YouTube频道的门槛并不高 它可以不用花太多的资金 我的频道经营了将近4年 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的收入 可是就在这几个月 我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就是这个频道将要对我的人生产生显著的影响 其实这影片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透过经营一个YouTube频道 对于我的人生逐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拆成两部影片来跟大家聊 第一部影片 也就是这部影片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 像我这样子的谈话性频道 将近三年的默默无名 究竟是碰触到了什么样的流量密码 让我在第四年的时候 影片流量暴涨了超过10倍 下一部影片我会跟大家聊 这个YouTube频道是如何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财富的全员 我现在开始体验到什么叫做经营个人品牌 什么叫做数位行销 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 也让我开始思考一个可能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思考的课题 就是人生价值的目标定位 2020年的10月 当我刚开始做YouTube频道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原来我只是个nobody 根本不会有人想看我的影片 可是也因为我坚持持续的制作影片 再偶然的一支影片让我体验到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当一个有影响力的somebody 而我最重要的一个领悟是 YouTube让我认知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想要让别人认识我 那我得先知道我自己是谁 我后面再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样的领悟 如果你曾经或者是也正在思考要创立一个YouTube频道 这支影片希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4年前我建立这个YouTube频道 那个时候我看到YouTube上面有一些阅读分享 或者知识分享的影片做得不错 像是爱尔文、好业 然后还有更知名的频道像旧旧鞋、字旗旗旗旗 也都有一些阅读分享的知识内容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教书跟阅读的人 在当时有了一个想要创立知识平台的梦想 在那之前的十几年 我是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工程师、研发主管和专案经理 当我进到这个自媒体产业的时候 我并没有关于如何经营YouTube频道的任何专业知识跟经验 也没有人脉可以带我快速的跨过影片的流量的门槛 我以为只要我好好地拍出影片 影片就自然会有人看到 平台刚开始 我拍了数学和英文的教学影片 阅读分享的影片 也尝试了投资理财来分享 刚开始上传影片的流量 几乎都是惨不忍睹 观看数是一步比一步还要少 多数的影片上片一个月很难突破1000次的观看 我是完完全全地摸不着头绪 一直在思考到底我的影片有什么样的问题 还是这种知识型的内容需要时间去慢慢累积 我也是一直在想怎么样提升曝光率 尝试过改封面、改标题 也做过SEO搜寻引擎的优化 甚至是花钱投放广告 可是不管我怎么做 我都没有看到明显的流量上升 2021年9月 频道经营的快一年 我发现做YouTube或许真的不是我能吃的饭 隔行如隔山 所以我就放弃了要让频道成为我赚钱工具的内容 也刚好遇到了台积电要来美国建厂 所以我就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美国 来设立和经营管理公司 不过我并没有停止经营这个频道 我一样继续的看书、做阅读分享 也把到美国设立公司 和全家开启美国新生活的一些过程做成记录 剪辑成影片分享给大家 那也因为我一直有在更新影片 我的频道订阅数缓缓的持续在上升 第一年我的订阅数不到2000 第二年也成长不到3000 第三年持续慢慢的朝5000订阅迈进 我真的不太知道怎么样去想象那种 一万订阅、十万订阅、百万订阅的频道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上传的多数影片都是停留在 一两千次的观看数以下 就像知名的网红JOMEN他以前说的 他刚开始做频道的时候 有超过3000次观看的影片 他都会觉得那支影片重了 我做频道这几年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3000次的观看流量确实是一种奢望 不过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我做频道的三年之后 在去年2023年底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公司的经营上面 因为客户的建厂延迟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老婆小孩也跟着到美国半年了 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 想从美国回头看看台湾 找出一些生活上面的感受跟观点 来跟大家分享 没想到这个想法的第一支影片 从美国回看台湾 谈食衣住行娱乐 这支影片在2023年的12月30号上片 在2024年的1月1号 竟然一天超过了2万次的观看数 这支影片突如其来的流量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一直以为我的频道的流量 可能只是缺乏时间的累积 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 那这支影片让我发现 原来我是可以直接做出高流量影片的 我开始去挖掘我以前没做什么 而我这次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尝试的看看这个现象能不能复制 接下来我就发现了属于我的流量密码 有兴趣的可以记下来 为什么我说属于我的 因为不同的属性跟类型的频道 有不一样的流量密码 我这里讲的是我这种谈话性的影片 分享生活知识和体验 我是怎么样被看到的 第一个流量密码就是 谈话的主题带有一种 无法客观的争议性 什么意思 有一些题目它看起来不尖锐 但实际上它从每一个人的角度 都有不同的观点 就像是美国好还是台湾好 这是一个没有正确解答的争议 每个人接受的资讯和人生经验 对这个题目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而台湾的网络社会 对于这样的议题 就很容易把思维牵扯到政治 就这样子它产生了一些观点的辩论 而当影片留言一多 就容易扩散开来 流量就上升了 而我在后来的一些影片 也有持续的分享一些 台湾美国之间的文化和生活的议题 而这些议题在观看数和讨论度上面 也确实都蛮热络的 所以我得到的第一个流量密码就是 主题要具有广泛性讨论的价值 那第二个流量密码是 人物的形象设定 其实社会的现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当你成功了出名了 你不管做什么都会被关注 不管你说什么也都会有人听 而当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你就算说的内容再好 也不会有人看到 也就是说要做YouTuber 你必须要先帮自己建立一个 有说服力的人物形象设定 举个例子 一个律师拍影片跟大家分享法律按键 医生跟大家谈医学知识 厨师跟大家分享做菜食谱 这些人物 他们利用他们的职业身份 很自然产生的形象设定 建立了相对应内容的频道 会有当然的说服力 那回到我自己频道一开始的问题 我做教学 我不是专业出身的老师 也不是补教迷师 作为图分享 这类型的影片 并没有鲜明的形象要求 任何人都可以做 比的是谁对输的见解 能让听众产生共鸣 那谈股票 我也不是什么专业投资人 或投股老师 没有专业形象去建立人设 做这些影片缺乏了 形象的记忆点 和身份的说服力 这也是为什么 我后来去做了 从工程师到总经理 和人生最大动力当爸爸 这些影片的目的 我要用我最真实的身份去建立形象 等形象建立了 后面再来分享相关的主题 扩大影响力 等到未来知名度一拉高 影片内容的路线就打开了 所以人物的形象设定 是我的第二个流量关键 第三个流量密码 是被讨厌的勇气 前面的两件事情建立了之后 有了有讨论度的题目 加上人物的形象设定 那接下来就是影片的内容了 过去我在做阅读分享 多数就是总结书的内容精华 可是比较少 属于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客观 或者是保持一种面面俱到的观点 我们不敢把属于自己的想法 跟论点给提出来 因为怕有人会有反对意见 或者不认同 甚至会批评给你负面的评价跟留言 然而一部影片的影响力 它必须产生在明确的观点上面 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 你也不可能避免有人会不支持你的观点 所以你必须要明确的 说出你心中的论点 换句话说 你就必须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打安全牌是赢不了牌举的 机会本来就来自于需要承担风险 第四个流量密码是 专业聚焦 有了人物的形象设定之后 其实最难的是一个主题系列的建构 也就是说要试着聚焦专业主题的相关连结 主题聚焦 不一定是要完全跟形象设定一致 什么意思 医生当然可以聚焦在医学相关的分享 但是你也可以用医生的形象 去建立健身达人的专业聚焦 或者科技业工程师的形象去聚焦投资专业 专业跟形象可以不一致 只要它们不冲突 都是可以发展的 只是重点是 这个专业要聚焦 然后可以有主题的延伸性 这也是我做影片最花时间思考的部分 我想流量是一个YouTube频道生存的必要条件 但是回到我最前面说的 要让别人认识我 我必须要先知道我自己是谁 也就是说 我想当一个什么专业 什么形象的somebody 我想在什么样的领域 当一个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做YouTuber 你必须要做一个 你自己能够投入热情的角色 自己喜欢的专业内容 只有你自己真正的喜欢 它才会有感染力 也因为如此 我一直在摸索 我是谁 我喜欢什么 我想要分享什么 我的专业是什么 这也是我在科技业 从工程师到总经理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工作了10年20年 我有什么人生的价值 可以分享给这个世界 在我未来的影片 我会好好的整理 持续的学习 未来分享给大家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按赞 好看分享 其他相见 记得要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让你第一时间不错过谁 帮我生活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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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